中国传统村落 惠州折柳古寨 幽深清澈的方村河 绕寨而过 村落一山傍水 古民居沿河而建 古寨实践于明清时期 历史悠久 文化底郡丰厚 寨内铺一股吊脚楼建入群保存完好 石头堆砌的乌鸡 层层叠叠 石板步道错落有致 中国传统村落 炳花村折柳祖 这是进这个折柳祖这个寨的寨门 进去以后有一条巷道 漫漫区区 全是台阶 我们到这个村子里面去看一看 感觉很神秘啊 看 一条小巷进到村这里面去 这上面挂了一些鱼篓啊 一些竹篓 很漂亮 布满的青苔 你看看 这个黄的 在这个石地之上 一个养铜的吊脚楼 非常的 感觉有点危险 但是呢 它的地势也非常好 视线也特别好 就是这种 葱碟盐 作为地基 我在想这种石头到底是结实不结实 但是这个古村落最少也几百年了 二三百年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下面还有用这种木头 木弄房 这鹅卵石在里面 我想这种房子 如果这一个鹅卵石给它拔下来 会不会全部塌掉 拔一个不会 拔一个不会 那有点担心 你看 这个 地基是这种鹅卵石和这种碎石 在一起 真的担心突然塌掉了 现在餐落里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了 看不到人 我们看 在这个 台阶的 旁边 就是 四排 这种青瓦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要涮水吗 还是 下面有房屋 还有特色 我们现在也没搞清楚 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大家有知道的吗 再看一下 好喽 这个 村子里面 鸡叫狗鸣 刚才那位美女说 回到城市以后听不到鸡叫怎么办 看 看这个 他们这个围桥 虫桥 这种红蝶盐 中间就是用这种 来看它 来这种小石块 小石把把它找平的 哦 石匠之家 这个台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十五个台阶 算去 虫叠眼 这个石匠这个身材好啊 对 海鲜粥 两门果 哦 教育之家 教育之家 啊 这种景观挑战 哇 第一次看到有教育之家 一般的我们都看到什么石匠之家 豆腐之家 纺织之家 这边是一个教育之家 这边是一个教育之家 好 我们上去看一看 这个台阶 植壁特别的好 千条杨柳 随风绿 万里山河 映日红 江山锦绣 教育之家 丙花苔 折流毒 方串香 现有过 果然没了 那教育之家 就说明这一家人 应该是 家风比较好 出了很多人才 每一个柱的下面 就是一个石柱 来支撑 米斗 装米的 我们看到 有人把它改造成 茵香 用青瓦 用红瓦 这个不宜村镇 保护的还可以 但是也是新老的 一种结构 那老房子这边是新房 你好 好 嗯 这个房子准备干什么 他是要有时来外地的旅游客来看看 哦 做民宿 做旅馆用是吧 嗯 你家房子在哪里啊 家 哪边 就那个房 哪一间 这一间 啊 啊 还有 还住吗 你家 还有人住吗 现在我住了 就你一个人住啊 还有家里面 小娃 都住 没有到外面去建房子 没有到城里面去建房子 没有 就是有 啊 在家 就在家 就那栋房子 啊 啊 你很 这家都不住啊 这家家 就你这四栋房子就你一家在那住 那三栋都没有人了 没有了 他 他 有钱 他有钱 他去 来交通地方住了 啊 去方便地方住了 嗯 交通 好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啊 今年 高寿了 我 差不多70了 差不多70了 姓什么 69 我住谁 姓什么 啊 你姓什么 我姓摩啊 姓什么 你姓我 我姓什么啊 摩 哪个摩 木 木 扫头 扫头 中间有个月 下面一个大的 啊 木 姓木 那么你们这个村子里面姓木的多是吧 姓木的多 姓木的多 不是姓木的 你们从哪里 老家从哪里来的 我们老家 很久前在那个 咬病来的 哪里 咬病 咬病是哪里 咬病在这个 跟实力相差 七八里路 也属于立波的 也是立波的 你们是不一族吗 我们是不一族的 哦 那你祖籍应该是哪里 祖籍应该是江西那边吧 啊 你的祖籍啊 老家 老祖宗 老祖宗应该是江西那边吧 哦 说起来他们老 老老前辈说的 他说我们是山东来的 山东啊 哦 山东来的 山东哪里啊 山东省的啊 哦 山东省什么地方 哦 这个地方 才很久了 我 我们不知道了 没有族谱 没有 最少六百五六百年前了 五六百 哦 嗯 海多一点 哦 山东的 山东 对 那时候山东山西 嗯 江西 江苏那边来的多 嗯 嗯 好 谢谢了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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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也是改造的民宿 现在这种有特色的这种村庄 很多投资者啊 就来这边来改造民宿 我觉得这个村 这里有村 西里古寨 还是不错的一个地方 好 你看这个窗户 前面的风景还是不错 早上起来 听着鸟叫鸡叫狗叫 半晚可以看到吹烟 鸟鸟 哎 这家房 哎 山山窗户 嗯 这个村子还是比较有特色 它是个不一都村寨 这种老的建筑啊 老房子还是保留了不少 老公 老公 都过了 的人 对 我们都ین